各位 差點忘記一件事,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過年前有個網友 我想有六十多歲 是女人 無緣無故拿了兩塊東西給我 原來送了兩條魚給我,叫我回去試試 是甚麼呢? 原來她的先生是子女大了 是做香港的漁民 他們就轉不到職 但是一直交貨,交給收記,有些魚蕩 但是他們很不准 你每天撈到甚麼就有甚麼 吊到甚麼就有甚麼 是海語 價錢被人按到很低 而且大家還炒了 在說兩夫妻 雖然他們的要求不是很多 但是他們就說你認識人不多 看看有沒有甚麼辦法 我可以想 因為我想了幾天 很難的 我不是想賺這些錢 譬如說 你今天WhatsApp我 有甚麼魚,我還在說 人們上來買 時間性那件事很難 因為我知道這些東西是可以賣的 是海的東西 因為老實說 海的當然是和你一樣不同的 我不知道今晚有沒有聽過節目 或者我會給他電話去的 各位有甚麼辦法呢? 是否有些網友另外跟我說 他說其實很簡單 叫他們 每天 罵上來 現在Facebook也是這樣做的 魚鑊拍照 一份一份 拍了照 他可以開Facebook 但我覺得他們還沒有認識 可以發給我 我們可以節目播 你們就去自己賭 或者自己認購 不要說賭 然後就約他 誰要的 然後就 約他 比如說在沙擊灣 他自己交收 又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也很喜歡 不要說幫 因為大家也可以買到海 吃新鮮海 差很遠 他給了兩條 兩條臘魚鵝 因為我家裡很少人 只有我一個人吃魚 特地等我開年那天 我的外母 當然一吃下去就兩件事了 雖然我說了幾天在冰櫃 你始終是兩件事 我忘記好像是姓何還是姓李 Anyway 一會兒你再去騙一下我 看看我們怎麼搞 因為我的網友就這樣說 可以這樣 賣就一定賣得 但怎樣交收 因為這是海鮮 我記得他說船好像有些樣子 可以養一兩天